有些聯儲局相關的官員的言論 就是偏向鷹派 例如美國路易斯聯儲銀行的總裁 布拉德就說 聯儲局現在就應該宣佈 已經成功實現了平均通脹目標 又說市場已經非常期待 秋季開始會縮減買債的規模 並且要相當迅速地進行 在2022年的第一季就會結束縮減 令到金融市場 就說金融市場已經做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 其實Reed 你的評估就是 你覺得秋季會不會有一個 開始減買債的行動呢 以及會不會真的說 明年第一季已經能夠完成 我想這個機會是存在的 當然剛才提到的布拉德 他一向都是比較鷹派的 聯儲局當中 但其實你看到上星期的數字 通脹雖然說稍為低過少許預期 但其實也是一個新高 1991年的新高 當然美國的消費情緒也比較強勁 但可能看今個星期 星期上剛才提到的非農業就業數據 究竟看看就業情況 尤其是中低層的一些勞工階層的情況如何 因為其實你現在看到聯儲局裏面 其實是比較有些拉鋸 即是鷹派和鷹派的話 你看到布拉德就很鷹 就很鷹出來了 當然問題 主席其實一向都維持了論調 認為現在通脹是過度性質的 所以其實你說是不是第三季 有沒有可能是立即開始縮減賣債呢 其實機率不是說未必沒有 但是看回現在主流 聯儲局主流派 其實他們的過大體的趨向 可能仍然想看多一兩個月的數字 才再做判斷 但是談論一定會談的 這個上次剛剛過去的議式會議都說過了 會更加積極地去討論減債的進度如何 所以我覺得未來可能9月份的議式會議 可能更加重要 是的 就是留意著通脹數據 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指標 另外Ry剛才提到 就是非農就業數據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指標 我們一直留意著數據的解讀 我希望你這個交給我們 但有些公共的地口 我會看到有什麼 如果真的接受ungkin 我會看到沒有 這個別人說 我會看到有什麼 有什麼 我會看到有什麼 就是 Gundite 我會看到有什麼 和你不變 這裡 這邊